俄罗斯战机在空中炮弹连发 红扫地面上的目标 俄罗斯空军最新声称 摧毁乌克兰5架苏-27战斗机 而不久前乌克兰才传出消息 说这个月就可以迎来首批F-16战机 但乌军不是干坐着空等F-16 其他主力战机持续打击俄军制空优势 目前米格-29是乌军主要战机 飞行员接到命令能在12分钟内升空 但因为雷达系统不先进 不适合攻击 无人机或巡弋飞弹等小型目标 得靠飞行员的鹰眼决定轰炸时机 这些乌克兰战机能先发制人 毁掉俄军地面部队和装备 减少被击落风险 又能为自家军队助阵 尽管俄军炮弹不断落在周遭 这位英勇的乌克兰女兵 依旧镇定不乱 装填子弹 准备狠狠回击 后方支援友军也没闲着 用一架又一架无人机 扫除其他俄军坦克和军备 让敌人最后只能狼狈用 几乎只剩炮管的自制大炮回击 争取逃跑时间 不过战争一天不结束 乌克兰民众的性命就多一天风险 正值乌克兰和欧盟展开入会谈判之际 目前轮值欧盟主席的匈牙利 总理奥班罕见访问基辅 这也是无二开战后 奥班第一次造访乌克兰 果然向泽伦斯基谈到停火 不过奥班长期被视为 是俄罗斯总统普钦 在欧洲最有力的盟友 乌克兰副总理认为 奥班的温情喊话 背后可能拿乌克兰入欧盟谈判 做谈判筹码 一天前 欧盟在欧盟参加军联系 乌克兰副总理表示 过去几十年与俄罗斯 都在谈论停火 但也没个结果 对一个正位保命而战的国家来说 此刻更不可能再提休战 同时美国也宣布 再加码送给乌克兰军援大礼包 这是这项大礼包 能不能送出去 恐怕还是得看 今年十一月 美国总统大选结果 因为川普曾放话 如果他上台 除非进行停火谈判 否则将减少军援乌克兰 对于美国大选 俄罗斯总统普京 正在隔山关虎斗 他打算减少俄罗斯石油产业 对外国设备的依赖 让战争裁员 不受他国牵制 普京同时也派出舰队 到委内瑞拉 继续向西方大秀军事威吓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